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不能错过 阿瓦萨这个位于伊索比亚高原上的城市充满了活力 除了有热闹的市集 交通方便更以夜生活闻名 不过今天没有要来夜店 而是要带大家到街上逛逛 这个一住其一的东西是什么呢 其实逛逛阿瓦萨这个城市呢 我觉得它的宗教氛围是蛮浓厚的 那当地信仰什么呢 信仰是东正教 信仰基督教 当然也有一斯兰教 那多半是以东正教跟基督教为主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在整个市区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的教堂 那当地人呢怎么样来做礼拜呢 以基督来讲呢 他们是礼拜天的时候会上教堂去做礼拜 而以东正教徒呢来说 他们是每个早上他们都会去做早课 另外呢在我眼前就有一座东正教的教堂 这广告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不过它正对了一个十字路口 十字路口呢 这中间有一个圆环 圆环的中间呢 有一个地标 其实这是赛多环的人民纪念碑 那所谓这个人民纪念碑呢 它的外形很特别 感觉上很像是一个螺旋状的 但事实上呢 它是以当地人主食 就是向腿胶这样的一个外形来设计 另外可以看它表面呢 用的就是马赛克风格的拼贴来装饰它 蛮有看头的 讲得很好 好详细喔 是然后呢 但是我想要喝咖啡 好啊 很好啊 来到那边就是要喝咖啡 那我们要去哪里喝 你带我去啊 我带你去 嗯 我说平安拉罗 你们究竟是来玩还是来工作的 一出场就吵着要喝咖啡 这样感觉 不过说到伊索比亚的咖啡 著名的耶加雪夫 阿拉比卡咖啡 都来自伊索比亚哦 说着说着 我也想喝嘞 我们要喝咖啡啦 对 我知道啊 所以带你来喝咖啡啊 这旁边这一排都是啊 很香耶 很香耶 对 接下来人比较多 我们进去 已经闻到味道了 走 这个咖啡厅呢 真的很不一样 羡慕说啊 他们煮咖啡方式 光是迎接我们的仪式啊 就足以让我们打开眼界 他在为什么要哭唱啊 我不想哭到地 你怎么要不要 这是文化 就是欢迎欢迎的 欢迎欢迎 在那边喝咖啡真的很妙 其实呢 他这个文化 他们是非常传统 他们喝咖啡呢 有一定的这个流程跟顺序 非常讲究 包括呢 一开始的客人进来之后 他会先点那个熏香 那为什么要点那个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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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闻起来比较舒服就对了 这种都进来了 他现场炒豆 所以他这咖啡豆 大概要炒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才算是OK的 黄 黄 要炒到黑 就像我们平常看到咖啡豆那种 对 那是烘焙过的 对 那他们是用炒的 一苏比亚人煮咖啡的仪式 称作Buna 仪式从烤咖啡豆开始 烤好之后让每个人瓶香几雷 然后才是磨豆子煮咖啡 整个仪式得花上一个半小时 我的老天鹅啊 等煮好咖啡都要吃午餐了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都是用磨的嘛 对啊 他们当地上全都用磨的 把它捣碎 捣成粉 要不要 鸭扁 试试看 让它试一下 你要试吗 好啊 可以试一试 可以试一试 可以 这一只很重耶 我 有 有 这只很重的 我 有这么重的 你收拾 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的 好 这真的可以瘦手臂 我要留个手臂 我要留个手臂 要留个手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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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应该是真的拿它磨成粉 像粉一样 对啊 它磨成粉 OK OK 给我们看一下 拿出来看看 OK 大概就是磨成粉 黑粉 对啊 可以磨成这个粉状 真的是粉 它还是用手刀耶 它还是用手刀耶 对啊 它应该会 真的是用手刀 它很准耶 我觉得待会儿煮出来的 那咖啡应该很浓 它那个 会不会整杯都咖啡粉 不 不 好 开始冒烟了 冒烟 冒烟 这个啊 面很少 对啊 好 哇 真的是黑 超黑 我怎么要倒下去 對 她要看那個顏色 對 她說手痠了 她跟她手痠了 來… 她說她手痠了 對 她剛剛跟她說她手痠了 喝咖啡就是要配點心啊 可是你們猜猜看 伊索比亞人都用什麼來配咖啡呢 她要幹嘛… 薄米花耶 喔… 喔… 這配…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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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加下去了 然後蓋起來嗎 嗯 好香喔 有香喔 對啊 很濃 感覺會隨時把那個蓋子這樣翻開 那嘴巴要湊過去接 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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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9 聽到聲音嗎 有… 味道… 哇… 滿了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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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後獲得这种草的香味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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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以为它刚刚弄得会太浓 但你这样仔细喝一喝 你这样会苦 但是我觉得苦的是刚刚好 好喝吗?可以接受吗? 可以 多了一个草的青草香 但是在台湾没有这个草可以 其实应该早也是会有的 也可以放迷迭香 对 差不多 那像那个什么? 九层塔 什么九层塔呀? 这也差太多了吧 伊索比亚人拿来替咖啡提味的草 叫做芸香 又被称为臭芙蓉 少量的加在饮料或酒里面 可以增加香味 古时候还被拿来驱魔辟邪 是用处多多的草 这是那种味道重的那种 对 香毛 可以增加香味 对 因为那时候去埃及哥 摩洛哥他们都是用薄荷叶加茶 对 这个咖啡味道会不一样 我觉得是蛮难得的体验 因为一般我们 因为我们常常喝咖啡 对 然后去那边呢 就很像茶台那种饭来张口一样 就要跟他说我要一杯咖啡 他帮你磨好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在家里面 有手冲的方式用摩卡布来煮 或者是用山用来煮 好 但是呢 就少了烘焙这个过程 那我觉得其实这里的咖啡呢 虽然它烘焙的味道 没有像我们平常喝到那么香 那种这么讲究 那么精致 但是呢 其实它这是最原始的味道 就是很单纯的味道 其实反倒是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就没有任何加工的 对 那另外我觉得我们来体验的 就是一种文化 而且是传承下来的文化 我们知道这个咖啡产地 他们喝咖啡行至有年了 而且他们这样子最传承的 传统的方式传承下来 而且每个步骤都很讲究 对 就是包括熏香 整个过程从头到尾 中间是不间断的 对 铺草表示欢迎 对 然后再来就是整个 制作咖啡的过程 包括还可以让你闻 那个豆的味道 这样 它款款腔狗 每个东西它都非常掌握 拿捏得刚刚好 对 对 滿好玩的 品尝的就是一种咖啡的文化 对 蛮难得的 来到原产地 对 我们在伊索比亚喝咖啡 你们在伊索比亚喝咖啡 我在录音室里面录音 这样对吗 快点上钩 快告诉我们伊索比亚 还有哪些新鲜事 夕餐 2 4 2 4 2 4 2 ico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四天 咱们现在来到一个是 野生动物保护区 叫Sinkler OK 那我们现在去找动物 而且这会儿要找的动物很特别 你知道什么动物 OK 对 羊 没错 那咱们现在就往这个方向走 好 好 走 这次要来看的羊叫做眷铃 眼前看到的这群眷铃 是伊索比亚特有种 因为偷猎的缘故 现在只剩下几百头而已 是非常珍贵的动物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眷铃就在我们 这个前方的位置 但是我们不能 只是这样穿过去 会让他们觉得 我们是冲着它去的 所以我们要迂回 从旁边绕过去 才不会惊扰到它们 不然我们怕 我们这样走过去 还没走到 它可能就已经跑掉了 好 走 看看这群人偷偷摸摸地接近 连我讲话也不敢太大声了 究竟能不能近距离地 观察眷铃的风采呢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其中草原上的动物呢 紧接性都非常地强 虽然我们还距离很远 但其实它已经察觉到 我们的存在 所以我们要让它 感觉到我们不是冲着它的 我们要若无其事地 再慢慢地接近 近距离地去观察它 那当然动作要小一点 放慢 然后呢 要把音量给降低 那在野生动物园呢 它肉食性的动物呢 是相对是比较少的 所以呢 站在安全 我们可以下车徒步 近距离地去观察它们 因为这里没有车道 可以通往它们所在地 所以必须用步行的方式 虽然眷铃是草食性动物 不过它们可不是好惹的 健壮的体型加上坚硬的长脚 连猎狗都不敢轻易招惹它们 怎么 走开 这个方向 好 好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 走 其实光是远远看 你会发觉 眷铃它的那个体型呢 是还挺大的 是还挺大的 它们其实都 用眼光四面八方 有一定是面八方 所以它们都知道我们在哪里 对啊 不过目前它可能觉得我们还没有 对它没有什么威胁了 所以它们不会跑 就算我们靠近它五十公尺 它也不怕 因为我们跑不过它 随着环境的变迁 眷林的数量是越来越少了 现在只有四个地方可以看到 其中一个就是这里 一望无际的草原 唯美的氛围 平安也忍不住犯了职业病 我觉得你也真够神的 穿这样子 然后来衍生动物保护区 是一种唯美的感觉 对啊 其实很适合在这片草原上拍拍照 对啊 效果应该也是不错 对而且还穿两鞋 对还穿两鞋 就是来草原的穿搭 好 那所以下一站我们要去哪里 去另外一个小镇 另外一个小镇 那距离大概多远 一百五十多公里 那至少要三个小时以上 我说平安 你还真是会把握时间 果然名模就是名模 来到东非的草原上 也不忘要拍上 几张美美的照片 不过距离下个地方 还有一百多公里 还是赶快赶路 哇 哇 看看这条马路超笔直的 因为其实这条路上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这一边摆了多石头 石头上面放了很多木头 那木材当然应该是当地人 他们会买去生火啊 因为我看这个 应该也没有其他作用 造房子 这太脆弱了 所以这应该肯定就是生火用的 当彩烧 对对对对 而且晒得蛮干的 其实这些木头 并不是他们去砍的 他们是剪着地上 已经干掉的木头 收集起来 对 然后放在这边 有需要的 他们就会带回去 对 加上过一阵子雨季就要来了 那雨季的时候 就没有干的木头可以用 所以趁这时候赶快 买回去囤货 对 就是雨季的时候可以使用 不过呢 我觉得很好玩的是什么呢 明德 问问你 我们很好奇 你就看看那个房子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房子 好像屋顶上有什么 有很多的土铺 那还漿草 对 是 它是因为这一带风沙很大 因为看见风很大嘛 就吹上去的嘛 自然形成的 还是他们故意把那个土弄上去的 因为这边的天气太热了 然后有用 如果他们用铁皮的话 热 所以说这个用途就要来 也算是一个土夯的一个概念 降温 对 就是进到屋子里面 会比较凉爽一点 趕路趕到一半 朋友士团队突然停了下来 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吗 这次来到非洲呢 这次来到非洲呢 我觉得尝了那么多水 在我幸福州凤梨真的是第一米 反正带你山 好吃吗 好吃 我真的完全不会咬舌头 想不到伊索比亚 还有那么好吃的凤梨耶 不知道还有什么好吃的 想到就觉得好期待喔 而且明天 我们要去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喔 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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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 对 今天是我们来到伊索比亚第五天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部落呢 知道什么部落 土耳子 没错 非常厉害 记性很好 但是这个部落非常有特色 多有特色呢 看看后面的这个房子 巷屋 那为什么叫巷屋呢 待会儿我们再来解答 咱们现在就好好来逛逛这个部落 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及文化 好不好 走 好 让我们掌声鼓励鼓励 很有氏团队现在所在的位子 就是多尔兹族的部落 他们共有二十五个部落 人数约有一万五千人 而这个橡皮屋呢 就是他们最具特色的建筑物 你好 你好 零 我的名字是第二 第一 第三 是 三 对 这是我们当地的向导 对 名字很好玩 就叫做Zero Zero OK 这个房子很特别 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房子的故事吗 是 这是一个传统的房子 製造成玛珠 玛珠 玛珠 你看到房子 它有猴子的形状 对 猴子 12米 12米 对 那是因为 当地的向导 它会比较短 比较短 对 那是因为我们做得很高 所以我们做得很高 我们把屋子改造 每个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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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改造外面的裤子 好 五十年 但是房子可以保持更多 七十年 可以保持更多 七十年 每个五十年 我们改造屋子 好 这很厉害的房子 首先它可以盖得非常高 12米那么高 但是它刚刚讲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点 这房屋随着时间 越久它会越来越矮 对 一方面这样的柱子会越来越下面 那再来就是可能 白衣会去啃食它 很酷 那另外呢 这房子它可以保存非常久 七十年 那甚至有的 我还听说还有一世纪的 对 对 很酷 我们可以进入 好 我们也会继续生物 有一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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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同的组织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参观一下 好 看看能不能在里面喝咖啡 他刚刚有听到关键字咖啡 里面就是有人 然后有动物 对 还有小厨房 煮咖啡 我只听到咖啡两个字 看不到咖啡台 好 来面 谢谢 好,进来看看 没错 这个房子真的很厉害 可不要因为它是竹子编的 就瞧不起它 一栋橡皮屋可以住上七十年 但是因为没有打击机的缘故 所以会不断下沉 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橡皮屋盖得高一点 才不会消失在地平线 哇,其实里面空间很大 对 然后呢是超高的 这个是参加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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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坐在这里 对 对 你坐在这里 一分钟就看得很明显 现在是比较暗 所以坐在这里 好 好 坐下吧 坐下 这是一个小厨房 小厨房 这是咖啡和咖啡 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大厨房 在外面有一个小厨房 它厨房另外一间 这部分是为牠的地方 放牛的地方 对 所以牠们会跟动物 牠们养的这些动物一起住在 去睡觉 对 这家庭有五个鱼 所以晚上所有的鱼都在这里 好 什么呢 这是一个地方的酒 这是一个地方的酒 这里准备了一个地方的酒 还有一个地方的酒 酒 我们的酒很软 我们叫它Bordi 我们用这个东西喝酒 这个项目的酒 用这个东西喝酒 用这个酒 这里我们喝两个人同时 这样 这样 好 好近 今天我们一起喝酒 我们一起喝酒 我们一起喝酒 对 好 好 好 就感情好就会一起 就朋友姐妹也可以 是友善的善意 所以两个一起喝 可以 可以 对 林乔乔 在中国有喝焦杯酒的习惯 但是在伊索比亚呢 这里有大间酒 两个人搭着间喝酒 大是滑小小是滑屋 这感觉其实挺不赖的吧 你看这个吗 这个 什么呢 这是牛奶油 牛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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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味道很重 你试试看 是香的 对 吃饭 我们要烹饭 因为这个是烹饪的 不是新的 好 新的牛奶油 女人都放在脂肪上 这个是烹饪的 所以我们烹饭 然后我们吃 我们放在盆子里 我们放在盆子里 之后我们放在盆子里 我们放在盆子里 我们放在盆子里 混合 好 相信我来煮 煮东西的时候抹的 抹箱子 对 就很像我们的煮菜 要加加油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是 从盆子里 从葡萄 葡萄 葡萄 没味道 和葡萄 我们放在盆子里 放在盆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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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放在盆子里 放在盆子里 然后我们放在盆子里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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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准备盆子 然后我们放在盆子里 然后我们放在盆子里 然后放在盆子里 所以它会充满在盆子里 起司的感觉 如果我们没有盆子里 盆子里的盆子里 盆子里的盆子里 如果我们有盆子里 只有一天 一天 一天 对 对 类似酵母菌的那种作用 是酵母吗 帮助发酵 好 像盆子 放在盆子里 放在酒里面 帮助发酵的 对 它说如果平常的话 如果没有加这个的话 要一个礼拜 它如果只要放这个的话 只要一天 就可以搞定 有的这个 他们天天都有啤酒喝 真的 都有新鲜的啤酒喝 对 看来多尔兹族 不只会善用竹子 也把牛的身上每一寸 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牛油 牛奶 牛肉 连酿啤酒 都可以用牛奶 所制成的酵母来制作 天天都有新鲜的啤酒喝 看得我也应该准备一块 这个神奇的酵母啊 哦 哇 这些人做的食物是出的 虚猴树 哦 它说看他们从这个树上 拿食物取食物下 这是虚猴树 虚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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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虚猴树 虚猴树 该不会是会讲出 苹果的香蕉树吧 这树的名字很特别 叫尾香蕉树 也叫虚猴树 顾名思维就知道 它没有香蕉 但是呢 当地人确实把这整个树 用的是淋漓尽致 究竟怎么用呢 我们再继续看 这个树的部分是要它的丢物 对于狱子 好 of the flowers 给虱子 of the flowers 这是树 这是树 和我们的羊 是 是树皮和树根 这不是只有闹饥荒的时候 才会发生的情节吗 牙慢慢看 看他吗 取得很大 这些是树察的部分 再剥下来 这个好像那里 你看这个细节吗 像蜂蜂 蜂蜂 像蜂蜂 蜂蜂的样子 一个一个的 卢公穿小黄瓜的味道 对 超级小黄瓜的味道 它是新鲜 是新鲜 好 它要干嘛 就进行下一个步骤 它是把它上面的纤维纸给刮下来 弄下来 对 正所谓靠山吃山 靠海吃海 除了竹子 甲香草树 是这里数量最多的植物 当然是要好好的给它利用一下 不过 到底要怎么将纤维取下来呢 它就是把它刮下来 它只剩一个皮 它把它刮下来 它只剩一个皮 把它刮平就是 它把它里面的纤维给取出来 我们试试吗 可以试试吗 不好意思 它马上就让我试了 对 它看看就是你最厉害 它说我很累 赶快来放我 它用铺那个芭蕉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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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吗 不是 在喘了 其实它有点难刮 我们要帮它试试 你看 我刮到脚才一点点而已 有 有 对 感谢拉罗阿所带来的示范 不过你也太没有动脑了吧 这样刮要刮到什么时候才够大家吃一顿呢 你很厉害 刮了不少 好 我累了 蛮厉害的 我们这些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地底下 放在地底下 现在她会给我们发酵的 她说给我们看要怎么放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三个月 三个月 我们放了三个月 所以它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 酸酸的味道 好酸酸的味道 哇 你尴尬它 第一个是新的 是像烤鱼的味道 就是草的味道 像黄瓜跟草 这是酸的味道 你会闻太大力 像酸的鱼 对 酸的鱼 味道非常重 浓厚的鱼 对 对 对 像浓厚的鱼 对 对 现在她要切鱼 因为有小的鱼 她要切鱼 好 好 可以 可以她试试吗 可以 可以 试试哦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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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刀非常地大吧 重吧 不会 超轻的 开始吗 开始 从这时候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没有平常被进厨房 这根本不是切 这是要做 这看起来就是根本没有进厨房的一个概念 蔡莉觉得她好好的被我用回这个样子 对啊 然后你切完之后你还要把它揉成一团再切 等一下 马依不是有揉了 我以为要 要揉一下再切 重切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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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个东西很松 但是也是要花蛮大的力气 因为它要切成同一个等份 然后切完之后呢 又要赶快地把它揉起来 不然它就会松掉 这样就很难 让它黏在一起 因为黏土如果松开的话 就会比较没那么的黏性 经过一番折腾之后呢 咱们终于可以好好吃顿饭 那刚刚有交代过啊 他们会将这甲胶树放去三个月 让它发酵变得有那么一点的酸味 然后像是揉面粉团一样把它揉成团 要吃的时候取出一部分压成薄饼煎来吃 那正确的吃法是怎么样呢 当地人他们会沾点蜂蜜 沾点辣酱 这味道还真的不错 是不是 坐在这边吃吗 坐在这边吃吗 坐在这边 好 好 这是水吗 没有 没有 这是家庭製的酒 家庭製的酒 家庭製的酒 就是太庭製的酒 酒 这就是蜜蜜 这就是蜜蜜 蜜蜜 蜜蜜和鱼 可以摘 это 这样 如果需要蜜蜜 这样 好 就沾它什麼 看你想沾什麼就沾什麼 是的 我來沾一下 這是我剛剛揉的 它聞起來就是有 發酵鍋的酸的味道 我剛剛揉的 這麥麵好吃 它聞起來 酸味神出 但是吃起來沒那麼酸 一邊很辣 辣辣 味道也不錯 同樣的東西 沾不濃醬 完全不一樣的味道 所以接下來我看到旁邊這一瓶 如果是辣辣 我們可以 辣辣辣 辣辣辣 辣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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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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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加了很多東西 對 對 可是顏色還是透明的 有點像高榔酒的味道 有點像高榔酒的味道 對 但是等一下 等一下 喝了 你喝了什麼 你喝了什麼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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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S 好 好 那一個 一瓶 一瓶 這個味道很濃郁耶 為什麼不要緊 不要一點 有一點威士忌跟高粱架在一起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 這樣子 這是啥 好喝 但是酒精濃度感覺很高 喝了差不多四五杯可能就醉了 小朋友 竹竹阿姨可是有練過的 千萬不要學他們這樣子喝 這瓶酒精濃度可是有四十度的 喝太快可是會麻辣桑的 酒精濃度很高 很好 非常好 吃香的 可能你又想吃 不用 沒有 第一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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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一杯是 第一杯 第一杯 五杯 九杯 六杯 五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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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杯 五杯 五杯 好 好 那現在要那個 手襪 沒有 好 來穿穿他們的傳統服飾 好 好 好 他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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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那是他的時代 不錯啊 不錯啊 可愛啊 對 還不錯 OK 喔 盾牌 說是要試傳統服飾 但是刻意一試完 我整個笑得出來 這根本是嘻哈風啊 我真的笑到肚子痛耶 手上的是盾牌 對 當然 盾牌啊 手上拿著毛 披著瘦皮 雖然呢 披上去的時候 那一刻有點心酸 也是我最喜歡的豹 希望他是假皮 不過我看來是真的 所以不鼓勵穿了 那另外呢 就是他的褲子 還有這個衣服呢 這顏色非常鮮艷 對啊 那其實呢 從以前到現在 這種鮮艷的顏色 你知道可以幹嘛呢 可以嚇阻 嚇人 對 可以嚇動物或者是嚇人 對 他可以達到這樣一個效果 對 所以就是他們的傳統 戰士的服飾 應該吧 我們覺得還是要問一下 Zero Zero 哈囉 對 為什麼 他在哪裡 這是 Dorze 傳統服飾 我們穿它 為傳統音樂 和舞蹈 哦 跳舞用的 是 是 這個舞蹈 這是手指 這是肌肉 這是肌肉 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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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是不是 看看這個姿勢 該不會是江南大叔的 騎馬舞 是源自於杜爾茲族吧 再配上這嘻哈風格的服裝 真是絕配 女士 五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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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幹嘛 五秒鐘 你為什麼才跳一下 還就在喘成這樣子 其實這海拔有點高 你剛剛只是 你剛剛只是這樣而已 有這樣好不好 你就喘成這個樣子 有點好暈 沒有 不是 因為開得很久 因為當地就是這樣子 歡迎 歡迎 對 我們就是 我們一起 謝謝 判完了喜好風 接下來有請名模平安 來為我們演藝 最潮的非洲時尚 這個屁股 是像蝙蝠 他說對 這樣子 不對 是不是也要這樣甩 哇 這平安跳得真的滿好看的 只不過 感覺像 有點幫啊 完美 完美 要配合那個音樂 從腳步協調 要拍照 他還以為只有平安喝醉 想不到全部的人都喝棒了 在這邊再次提醒各位觀眾 開酒不喝車 喝車不開酒啊 是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我也醉了 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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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喝醉了 你才喝醉 你真的喝醉了 醉了 你是喝醉 我沒事了 你已經忙了耶 我們還是要呼籲一下 喝酒不開車 開車會喝酒 其實呢 我們平常真的是不喝酒 最主要是他們進來 他們就是必須要喝 對 酒精量度有點高 那他們請我們喝酒 是禮貌 我們喝下去 也是表示對他們文化的尊重 所以 對 對 對 然後路邊拔到這個植物呢 叫乳 乳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上次 加在咖啡裡面 很香 香嗎 香 你好像沒聞到 香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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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繼續走 介紹了許多呢 有關於多爾茲族他們的故事呢 其實觀眾比較會好奇 多爾茲族這個名字 它究竟是什麼意思 其實呢 在當地來說 多爾茲代表的就是 編織能手的意思 在當地 棉花之地可許相當有名的 現在進到的是一間紡織工廠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這全部都是棉 棉 棉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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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子負責把這個棉花弄成線 然後這個男孩子呢 負責來織布 對 現在 我們也在製造一個 衣服的衣服 對 我們在製造這裡 天啊 想不到織布的工作 居然是由男人來負責 真的是讓我悍眼了 好 我會想不到 對 男人來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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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樣 你幫我拿負責 OK 請 對 好漂亮 四個 右邊是 四個 它顏色剛好是整個翻過來 這邊是綠 它的背面底圖就是綠 這邊底圖是黃 它這個花就是黃色的 鄧主那邊他們的編織非常非常厲害 包括我們知道這伊索爾比亞的航空 他們這空姐穿的衣服 他們身上的這些全部都是 從這邊來做出來的 對 多爾茲族人的紡織品 不只被伊索比亞航空選作制服 也出口到世界各地 可以說是非洲之光 所以來到這裡 當然也是要把錢給它花光光 對 我想說這樣子 還不錯 我覺得這樣挑當地有特色的東西 對 而且這料子還不錯 對啊 一千塊 一千塊 OK 圍巾呢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遇寒 或者是穿搭的搭配 其實都還滿不錯的 當然對我來說 我覺得買這個東西 剛剛稍微想了一下價錢 是稍微貴了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來這邊 付這樣的錢 對他們身上來說 也算是一個小小的幫助 而且他們今天也是非常的好 就是幫助我們去了解他們的文化 我覺得 OK 送禮自用兩箱一 喜歡嗎 送給你 今天來到豆子部落呢 當然這個是一個示範村 進到裡面你會發覺很多東西 它難免會有一點的商業化 但是呢 藉由這樣的一個機會 他很詳細的去介紹 包括他的建築 包括他們吃的東西 包括他們的編織 其實呢 你這樣逛了一趟 你會非常清楚他們部落 是什麼樣去運作的 所以呢 其實來到這裡也算是收穫滿滿 那重點呢 我覺得有一點真的是滿特別的 就是在於 女孩子負責呢 把這個線給理出來 而男孩子竟然是負責編織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點呢 真的是讓我大開眼界 這一集真的也讓我大開眼界 看到伊索比亞咖啡最正宗的喝法 近距離觀察難得一見的峻林 佩服多爾之族 看他們如何善用大自然的資源 這也讓我更加期待下一集 伊索比亞更精彩的內容 links以及《網絡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